这些饭很难吃 我要吃大块和铁板餐 你别说话呀 一口都吃过 吃 今天你喜欢吃 我挺你吃 这是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主角正是名震一时的汉匪张子强 他曾在90年代抢劫运钞车 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 还从香港首富李嘉诚那里 成功勒索到了十亿赎金 凭借一己之力彻底走上人生巅峰 1991年 强哥带领手下兄弟 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了运钞车 足足抢到了一亿六千万港币 兄弟们忙着搬运钞票的同时 身为老大的大夫强取下面具 就在他抽烟放松的时候 却无意间发现运钞员的眼罩松 见大夫强朝着自己走过来 运钞员顿时被吓得瑟瑟发抖 你看到我了 没有 你不要杀我 我有老婆儿女 我不会举报你的 你放心吧 你是我 你会相信 老兄 你不要杀我 老兄 大夫强记下他衣服上的编号 威胁他如果敢去举报自己 会用尽所有办法让他家破人亡 运钞员被吓得连连点头 这件事很快就登上了报纸头条 警方更是悬赏百万寻找真凶 大夫强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反而和妻子商量着去拿买豪宅 给他们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家 只是令大夫强没想到的是 一日早上大批警察突然登门 大夫强 我是重案组的李世昌 我们现在怀疑你跟一宗借管车结案有关 请你回去协助调查 即便手铐已经戴上 可大夫强依旧云淡风轻 扬言让警方最好拿出证据 否则就要告他们诽谤 因为他心里明白那个运钞员 根本没有胆子指认自己 随后警方带来一批嫌疑人 让运钞员当面进行指认 自信地以为可以让大夫强伏法 结果他仅仅一个眼神 就把运钞员吓得瑟瑟发抖 尽管警方在后面让他放心 认出是谁就大胆指出来 运钞员还是一个自美感透露 酒精沙场的李世昌 立刻看出了其中的猫腻 示意手下将运钞员带到审问室 在李世昌苦口婆心地劝说下 运钞员终于答应和警方合作出庭指认 大夫强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出来乍到的他凭借抢劫运钞车 在这高墙之内被称之为大富豪 鸡熊一脸崇拜地上前套着惊呼 大夫强则是满脸愁容 此时一个狱警走了进来 鸡熊见状连忙让大夫强吃饭 并说今天是上级来巡视的日子 千万不要因此得罪吃屎狗 否则的话就会被打得花开富贵 这不知道什么叫花开富贵 就屁股开花 撕得很难看 快吃快吃 你样子真叫人讨厌 每逢要大人快寻仓啊 吃屎狗都要我们把饭吃光 你说不要给他麻烦 快吃吧 大夫强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胆子 听到鸡熊这么害怕吃屎狗 索性故意把勺子丢在地上 吃屎狗眼看有人闹事 直接朝他走了过来 质问他为什么不吃饭 这也就有了开头的故事 这些饭很难吃 我要吃大块和铁板餐 你别说花样 立刻都要吃光 吃 既然你喜欢吃 我挺你吃 见大夫强敢顶撞自己 吃屎狗手马井棍叫嚣着让他别后悔 结果话音未落 上级带着太平绅士过来寻仓 大夫强瞅准机会站起了身 我投诉这儿的饭菜太差了 还被监狱长恐吓 不然我把事实说出来 这件事后两人就此结下凉子 一日 妻子过来探监 说自己已经请了最好的律师 一定可以帮他打赢官司的 另外妻子还带了几本厚厚的法律术 希望能找到漏洞为自己辩护 此后每天放风的时候 大夫强都在苦心钻研法律 马屁精鸡熊也成了他的小跟班 在鸡熊的引荐下 大夫强结识了独马的庄家大师兄 骑士断水流刚出餐厅的时候 就已经注意到了大夫强 当看到吃屎狗和几名犯人窃窃私语 大师兄立刻察觉出了不对劲 果然大夫强走进阅览室后 其他人识趣地走了出去 看守好心地帮众人关上了门 沉浸在书本中的强哥 毫无任何征兆地挨了一顿毒打 危急关头 大师兄推门而入 顺手拿上桌上的木棍仗义出手 虽然不能轻松放倒几人 但却让大夫强喘了口气 眼看事情进行得差不多了 吃屎狗才静止走到了大夫强身边 吃屎狗没想到大师兄会帮忙 把他叫到办公室询问情况 问大师兄是不是想照着大夫强 大师兄却说自己只是想拉拉关系 你也知道他什么底线 若跟他混在一起的话 大家都有好处 让给我个面子 考虑了 别说我不通知你 如果他再玩花样我就不客气 走了大师兄的暗中帮衬 大夫强的日子好过了许多 两人的关系因此更进了一步 大夫强对那天的事表示感谢 大师兄却说他这个人最讲义情 让大夫强有需要尽管开口 大家都是出来混得心照不宣 后来有一天大师兄拿着报纸 找到了正在看书的大夫强 报纸上的内容是抢劫惊情的新闻 这件案子的主谋是大师兄的老大牙狗 他 是个东西犯 有机会先让你认识 安演时间过去了四年 儿子已经在幼儿园大班上学 大夫强信誓旦旦的保证 马上就能出去陪孩子玩了 你们全听好 你们也是 别以为上诉就可以出狱 给我把草快捡干净 把厅的车回来了 大夫强肯定在里面 大夫强在监狱里待了四年 凭借妻子给他带来的法律书籍 日夜钻研终于找到了漏洞 运超原前后矛盾的证词 加上资深律师的多方面运作 这起板上钉钉的案子 终于在今天迎来了重审 大夫 偷信了你别回来 大师兄和鸡雄坚信大夫强能脱嘴 并以此为堵住想饮点香烟 结果这些话被吃屎狗听到了 这也就有了前面的故事 吃屎狗觉得大夫强怎么也得再蹲18年 没想到打脸竟然来得如此之快 他当当信誓旦旦的教训完罪犯 大夫强便驾驶着一辆黄色超跑 大摇大摆的出现在众人面前 很快 大夫强一脸得意的照片 就登上了个大报纸头版头条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他还以冤假错案的名义 朝乡党警方索要了800万港币赔偿 回到家后妻子问他今后什么打算 大夫强却没有打算就此收手 而是选择把抢劫的目标 锁定在了香港富豪李友诚身上 并很快摸清了其儿子的生活规律 不过大夫强明白 这件事光靠他一个人的力量 很难完成这个大胆的决定 于是在大师兄出狱当天特地来接 想通过他结识另一个汉匪丫狗 你说过有机会给我介绍你老大的吗 你想见我老大 他很少见外人 你做介绍 他一定会见我的 很快 在大师兄的引荐下 大夫强带着小弟狐狸 来到了丫狗的藏身之处 只是令大夫强没想到的是 鸡兄此时成了大师兄的小弟 走进约定好的饭店之后 一股浓烈的杀气扑面来 坐在角落里的正是鱼绒光饰演的 以业绩换为原型的贼王牙狗 鸡兄走上前叽叽歪歪了半天 见为人搭理自己只好退下 大师兄拉着狐狸在旁边刚坐下 鸡兄突然喊着肚子疼匆匆离开 双方坐下刚交谈没几句 大夫强便发现了不对劲 只不过他不太清楚状况 一时间没有表现出来 有诚意跟我合作的 干了他 我们有没有机会合作 就看过不过有俩今天 还等什么 通进来的便衣瞬间飞死即杀 亚狗手拿喷子表情冷酷地杀了出去 有了这一次并肩作战的经历 亚狗和强哥的关系亲近了许多 就在两人打算商量计划时 大夫强察觉到外面有名 立刻假装上厕所追了出去 发现鸡兄神色慌张地在打电话 原来他被提前放出监狱 是因为答应做警方的线 等鸡兄转身离开后 强哥过来按下了回波键 听到电话那头是警署的人 他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亚狗 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先解决判斗 深夜两人守在一家夜总会门口 当鸡兄摇摇晃晃地走出来时 亚狗把枪上好糖走到了他身边 随着几声枪响鸡兄隐恨西北 两大汉匪也就此达成合作 将绑架李友诚长子的事提上日程 大夫强负责香港方面的资料收集 亚狗则负责从柬埔寨购买军火 我想告诉你我做事的原则 我要有绝对的主事权 你们一定要听我翻误 千万不能出错 只要不出错 警方就没办法 我们同在一条船 一定要一条线 如果我发现 谁出卖了兄弟 我说过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只是令大夫强没想到的是 负责购买军火的大师兄 因为在赌场欠下了不少高利贷 竟然打起了军火钱的主意 还有多少钱 连买货的钱一共有八十万吧 八十万 全给我 但是火急工资全靠这些 少接你歪歪 因为大师兄挪用了军火钱 导致迟迟没能买到武器 牙狗出手将其狠狠暴打了一顿 幸好大夫强及时出面阻拦 言道大家都是干大买卖的 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自乱阵脚 牙狗看在大夫强的面子上 叮嘱大师兄可不能再出差错 双方商量好军火筹备好了之后 几人一起坐船去往香港 到时会有个叫阿东的过来接他们 然而当他们提着军火来到码头时 负责接应的阿东却没了踪影 就在湖里打电话询问情况时 负责巡逻的边境警察发现了几人 心狠手辣的牙狗举枪射击 却因为没上堂错过了最佳时机 警察抓住机会举枪反击 在几人奋力反击的同时 巡逻警察也呼叫了增援 而牙狗腰部以下已经失去之举 大夫强不愿意丢下他逃走 直到警方的增援赶到 他才不得不放弃牙狗 拿起冲锋枪加入了枪战 眼看赶来的警察越来越多 三人只能丢下牙狗边打边退 就这样牙狗落入警察手中 危急关头 阿东姗姗来迟 强哥纵使心中有气也无法发现 毕竟现在最重要的是逃命 回去之后 强哥狠狠教训了阿东一顿 在大师兄和狐狸的拼命劝阻下 愤怒的强哥才逐渐冷静下来 强哥 我是大夫强 你是商店中最有头脑 而我在江湖中也是最有头脑的 你是我的偶像 我肯崇拜你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 没什么 我想你分点钱给我花花 你想勒索我 牙狗落入警方手中之后 众人决定杀进医院去把人救出来 奈何此时的医院早已戒备森严 大量特警和狙击手都已纷纷就尾 就等着他们过来营救十一网打尽 见形势如此严峻 他们只好回去再想其他办法 老大牙狗的被抓让陈聪士气低迷 主动提出想退出这次行动 强哥仔细思索了一番过后 决定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 就这样 三人驾驶着两辆车 在李友诚长子每天的必经之路上 强行用车逼停了对方的车 然后戴上面具将其当场掳走 然后直奔李友诚的家中而去 负责接应的一众小弟则开车跟在后面 到底是世纪贼王 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 大摇大摆地闯进李友诚的家里 这也就有了前面提到的故事 强哥 我是大夫强 你是商界中最有头脑的 而我在江湖中也是最有头脑的 你是我的偶像 李友诚身为当时的香港首富 自然不会舍不得这点小钱 只要能保证自己儿子的安全 他愿意答应大夫强的要求 只是没想到强哥会狮子大开口 张嘴就要五亿美金的现钞 你建一个乌月 起码赚几十亿了 难道你儿子的命比不上一个乌月 五亿美金 差不多是四十亿港元 啥时间我去哪筹到这么多钱呢 我不会不乱要求的 陈哥 你儿子的命不值四十亿 加上你的命该值了吧 一见时刻 外面来了一批警察 大夫强见状立刻说道 我提醒你 你儿子在我手上 哎呀 我有准备 我敢来就不放 如果你不合作 我们就通过预计 大夫强亮出的炸弹 彻底震住了李友诚 只好配合将警察打发走 李友诚的做法让强哥很满意 表示自己会在前到手后放人绝不食言 你认错的样貌 如果我收了钱撕票的话呢 你诚哥有财有势 要抓我代付钱 这是易如反掌啊 几番讨价还价过后 李友诚答应给赎金 可四十亿现金实在太多 会让很多银行陷入瘫痪 引起全港主 李友诚表示自己会尽量想办法 把这件事的影响范围控制在最小 看看到底能筹到多少现金 在李友诚打电话筹钱的功夫 强哥还不忘让人做了晚宴我尝尝 很快 李友诚告诉强哥 自己最多只能拿出十亿港币的现金 你果然是干大事的人 既然你这么爽快 给你打个折扣 说你十亿三千八百万 又生又发 好兆头 做完这些 代付强心满意足地喝起了燕窝 喝完还让李友诚教自己打高尔夫 要发达就得靠自己 不可以靠什么六合彩啊 多宝奖之类的 我跟你说啊 这世上钱最重要 没钱的话什么都不行 我不能忍受自己没钱 我还用自己的命来赌力吧 做一些其他人不敢做的事 在最短的时间内赚最多的钱 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 代付强心满意足地喝起了燕窝 喝完还让李友诚教自己打高尔夫 并在学习高尔夫的过程中 和李友诚谈起了他的人生哲学 一日 李友诚准备的赎金便送上了门 看着眼前这极大麻袋的现金 代付强顿时心中恶开了花 立刻打电话通知小弟把他儿子送回来 财神爷 你现在可自由喽 快进去 你老爸等着你吃早餐呢 如此巨额的现金摆在面前 几人的心情瞬间兴奋极了 强哥还特意丢出一打现金 让狐狸拿去院里败地主 警方考验站 我横行无计 现在到了激动人心的分钱时刻 按照之前说好的比例 强哥占一半 其他人每个人一人一 牙狗的那份由大师兄帮忙 带回深圳交给他的家人 我老大他好像没出过什么力 说好了分他两亿 就给他两亿 可是现在他 牙狗虽然没动手 但也是为这件事而坐牢的 算是给他的安家费 我老大怎么说又怎么做 大师兄虽然表面上答应 实则心中却十分不爽 一个月后 大夫强来狱中看望牙狗 发现他的情绪很是低落 原来大师兄独吞了那笔钱 并告诉他这次行动他没有参与 所以分钱没有他的份额 大夫强一听愤怒至极 扬言非要好好教训大师兄不可 牙狗 你放心 我说过的一定会做到 一定会做到 很快 大夫强带着狐狸来到深圳 找到了每天被小弟簇拥着的大师兄 面对大夫强的当面质问 大师兄死活都不肯承认 没办法 强哥只能来硬的 我祖班时说过 谁出卖兄弟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你这么快就忘了 你只有三个人 我这这么多手下 你怎么带我走 此时躲在角落里的陈聪掏出手枪 对牙狗忠心耿耿的他 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老大 大师兄就此被大夫强带走 准备把他交给牙狗的兄弟们处置 一路上大师兄难掩内心的恐惧 碰巧前面遇到有警察射抢拦截 他便抓住机会奋力反抗 并顺利拉开车门逃了出去 不想被警察一锅端的强哥 只能选择暂时离开这个地方 自此 大师兄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 到处都找不到他的踪迹 上次抢来的钱很快挥霍一空 大夫强决定故技重施 策划第二期绑架案 目标则是香港第二富豪郭炳香 正当警方毫无头绪之急 大师兄给警方打去了举报电话 9月底 有个姓郭的富商被人绑掉 说法是6亿 王翠是大夫强 不仅如此 大师兄还勾结监狱里的吃屎狗 让他出面好好照顾一下牙狗 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 吃屎狗给牙狗注入药物 年有两种 一种可以供富贵不可以供患难 而你就只可以供患难 不可以供富贵 你太没义气了 大富豪 什么叫义气 你去外面慰问 人们会选钱还是选义气 快起压狗的 的确什么也没干过 绑架富商 你觉得很正义吗 你今天这么爱情 去 从李友成在抢来的钱 被挥霍一空后 大夫强决定策划第二期绑架案 目标则是香港第二富豪郭炳香 正当警方毫无头绪之急 大师兄给警方打去了举报电话 9月底 不仅如此 大师兄还勾结监狱里的吃屎狗 让他出面好好照顾一下牙狗 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 吃屎狗给牙狗注入药物 你给我告诉你弟弟 别再惹高老西 要不然你没好日子过 吃那么笨蛋 牙狗的遭遇很快传到了强哥这里 对兄弟最讲义气的 他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开着卡车直接朝监狱撞了过去 幸亏狐狸及时将他带出了现场 与此同时 香港警方已经和大陆警方联手 准备一起对他实施不控抓捕 大夫强正找寻一个叫陈琦的人 我们查到陈琦的下落 他陷在江门 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内讧 引大夫强去江门 大夫强在柬埔寨卖了800公斤炸药 经内地运到香港 我们就利用这批炸药 将大夫强 抓回国内 香港警方很快攻入了强哥的住宅 奈何一家人早已逃之夭夭 幸运的是他们搜到了那批炸药 并借此向外界发布消息 说警方已经搜出了炸药 再加上陈琦现在的位置 届时大夫强一定回内地 一切正如李世昌所料 此时的强哥不顾妻子的劝阻 铁了心非要回内地找大师兄算长 顺利通过关卡之后 强哥和狐狸直奔目的地而去 这所有的一切都被警方看在眼里 此时大师兄找出藏好的钱准备跑路 结果刚出来就看到了等候多时的强哥 这也就有了前面提到的故事 身中竖枪的大师兄依旧向前爬去 企图用嘴吹灭上面的火苗 大夫强并没有选择杀掉他 因为像他这样的人不值得浪费子弹 两人转身刚要出门就警察拦下 狐狸为了掩护强哥撤退重贷身亡 而乘坐出租车准备逃离的强哥 却意外遇上了大塞车 巧的是车子刚好停在了警车旁边 就这样一代汉匪郎当入狱 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 甚至拒不承认自己就是大夫强 但警方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证据 完全可以启动领口供来定罪 还表示会请他的妻子协助调查 看到一家三口的温馨合影 强哥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瞬间被击垮 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我服输了 我有两个要求 说吧 我会见律师 没律师我什么都不会说 还有 我老婆是无辜的 你们不可以缠着他 不时的最后 大夫强为他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